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福大家念念清明心 我們每天都用清明心去生活 有兩件事要用 第一是要和諧給我們能量 第二是和諧結善完 和身邊的人結善完 我們就會活出一日是好人 在鼠年祝福大家 歡喜自在 出入平安 身心都健康 吉祥圓宜 念念清明心 日日是好人 新年代表每件事都新 心靈要重新重新重新 就像電腦一樣 沒有用的東西我們刪除了 讓我們的電腦多些空間 空間代表什麼呢 可以容納和消化 所以我們要採用新的Apps 新的Apps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有歸零的program 如果每天都讓我們的眼睛 我們的耳朵 我們的口 我們的心 歸零的時候 就像我們按計數機 按計數機 你知道有數目字 不可以準確的嘛 所以按C字鍵 這個計數機歸零 這個Apps是很好用的 每天我們都要嘗試學習歸零 去用我們的眼 用我們的耳朵 用我們的身口意 去接觸這個社會 不要帶去去年那些不好的記憶去看現在 因為這個社會經常變 所以我們每天都用一個歸零的功夫 去看這個世界 去活在這個世界 做好自己的職責 最重要是做好自己的職責 因為外面的景 我們不可以改變它 但是我們可以改變我們的心情 改變我們的生命 因為每個人都改變 其實我們就幫到社會了